歡迎收看世界道熱語教學 我是Quasar 我們今天來到新修教學的第二條影片 開始 為了供應蘇格蘭軍隊所需的物資 你必須先建造一座資源的儲存場所 只要能分別收集到50個單位的食物 木材和金礦就可以獲勝 如果想採收果樹上的食物 請先點選一位村民 然後在藍色旗子附近的果樹叢 按滑鼠右鍵 你可以從畫面下方的狀態顯示區 看出村民現在身上帶有多少單位的食物 村民會自動從果樹叢中採集食物 直到採買10個單位的食物為止 村民仍將繼續為你工作 把食物送到市鎮中心去 你所擁有的食物數量 都顯示在畫面的左上方 由左而右分別是你的食物 木材 金礦和石頭的庫存量 你擁有的村民越多 收集資源的速度也就越快 只派你新增的村民加入採取食物的工作 很好 你找到金礦了 這些完全沒有技術的工具 我們很快就先做完工具 太好了 現在你已經有了50個單位的食物了 再採收50個單位的木材 和50個單位的金礦 你就可以獲勝了 要收集木材 只要先點選一位村民 然後在樹木上按滑鼠右鍵就可以了 如果你到現在還沒有找到金礦 就派人去尚未開發過的地方去探勘 好了 木材足夠了 你做得好 現在你有足夠的木材了 你已經可以開始建立一座城市了 太好了 現在你有足夠的金礦咯 玩完 謝謝大家收看